贤贵妃娘娘安 于妃娘娘安 未常在 年下劳碌 贤贵妃娘娘子系风冷双寒 您若风寒了呀 这宫里许多事无人照应 本宫真要回去呢 您就这么讨厌嫔妃吗 未常在的话 本宫倒是不明白了 贤贵妃娘娘一直以为 嫔妾是攀奴赋奉不念旧情之人 所以屡屡冷淡贤妾 却不知 贤妾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啊 你如何一步一步走来的 本宫都看在眼里 有何苦衷 贤妾听说 贤贵妃娘娘 是乌拉娜拉氏出身 这个家族 既是荣耀也是负累 想必 您在冷宫受苦的时候 一定不曾忘却自己的家人 所以奋发而起 贤妾也是如此 像贤妾这种出身 所遭受的种种白眼辛苦 您这样尊贵之人 又如何能够体会呢 但是 贤妾不忘家族之心 与您却是一样的 不忘家族并非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你如今的选择 到底是辜负了一个真心对你的人 像贤妾这种父母族人 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荣耀的人 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荣耀的人 一定要凭着自己过得书心事宜一些 真心 这样私己的东西 不能割舍便也是要割舍的了 你自己选的路 自己走着开心便沉了 公送娘娘 是 诸儿 您何必要离会贤贵妃对您的态度 咱与她又不相干 真香啊 是啊 免礼 来 如意啊 今这碗山朕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菜 这么多的菜 今儿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啊 今儿是小年 这些日子你协力六功 也特别辛苦 朕准备了这些菜 犒劳犒劳你 那臣妾多谢皇上了 臣妾一定把这一桌子菜 全都吃了 今儿是小年 臣妾祝皇上安康顺遂 福寿团年 来 如意 用膳吧 如河 好吃 华晨 是 华晨在来了 皇上在里头用完膳 那就劳烦公公替我通船一下 喳 先学我信来吧 皇上 未尝再求见 说草草草草到啊 让她进来吧 喳 皇上晚安 贤贵妃娘娘安 起来吧 皇上 你怎么来了 臣妾一早备了燕窝 知道皇上和贤贵妃正在用膳 所以特意奉上 你来得正好 朕打算封你为贵人 封号也都拟定好了 谢皇上隆恩 起来 皇上刚有余进封臣妾 臣妾备了心智的燕窝 用心巧的做法进献皇上 真算与皇上心意相通啊 好 蓝翠 这是用绿豆制成的粉丝 臣妾一早用割蛋和金针胃了 再配了三两燕窝顿制浇赏 还请皇上和贵妃尝个新鲜 这三两燕窝所非不少啊 只要皇上喜欢 不怕弥妃什么的 可这东西用得贵 用得足 反而显得配置不当 如意啊 你教一下魏常在 这燕窝入膳该怎么做 魏常在炖的燕窝细粉素白一碗 倒是仔细 燕窝也挑得干净 谢谢贵妃 只是这燕窝是华贵之物 素来以清汤慢炖为佳 杂以浑腥油腻为次 魏常在这碗燕窝足足用了三两 还将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一起 贪多贪足反而失了其美味了 贫妾受教了 臣妾厨艺不佳 让皇上和贵妃见孝了 这燕窝 无碍 你的心意正明白了 先下去吧 是 是 皇上恕罪 是臣妾不当心 破坏了这白瓷香炉 这不是白瓷 这 不是白瓷吗 臣妾不识 这是田白柚 罢了 下去吧 臣妾告退 这 这从前 觉得她灵力可人 可如今 皇上是觉得 罢了 用膳吧 来 主 你别想看我笑话 我就快是贵人了 微臣只是希望 您小心足下 好 好 主的苦心 皇上是知道的 是我自己没有见识 甜白又不识 连燕窝都做得粗俗 可不是自己迷恋吗 还好 皇上没撤了 禁风贵人的旨意 也算是留了脸面了 蓝翠 你仔细瞧 我有没有变老 有没有变难看啊 主貌美如花 青春正盛呢 光美貌有什么用啊 主儿 那下面有什么打算吗 趁我还年轻 还青春正盛 贤贵妃懂得 我就慢慢学着 终有一日 我一定会懂 而且我要做得比她更好 主儿 你一定能行的 好 皇上 齐太医有要事求见 让她进来吧 你找人伺候贤贵妃 去违防沐浴 喳 臣妾告退 好 好 好 猪花呢 这才从东短阁出来 应该是吊在路上了 奴婢这就回去找找 你备水吧 我自己回去找 是 夜里路还要煮慢点 嗯 皇上 臣现在说起来 都觉得有些恐慌 前日中午 这魏常在身边的宫女春禅 找了一个臣的小徒弟 要按这个药包里的药配置一份 臣的徒弟不敢拿主意 悄悄拿来给臣看了 谁知臣打开了药仔细一看 发现这药和皇上赐给淑贫的做胎药 是一模一样的 当时臣就觉得有些蹊跷 这是魏常在从淑贫那偷弄去的 这魏常在一直享有身孕 所以他 既然这魏常在 这么想要这药 你就照样配一份给他吧 这药啊 本就是朕 为防这淑贫是太后举荐的人 才不想让他轻易有孕 这药是你亲自调配的 总归于身子无碍 这药性子温好 是不会有损身体的 嗯 那便好 一切都很痠 朱儿 看鸡沐浴吧 东西找到了吗 夜里黑漆漆 东西找不到也是有的 咱们明日再去找 小夕 如果你真心诚意对一个人 那个人却在算计你 面上又不让你看出来 你怕不怕 这在说什么呢 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一直在被骗 可若对他说出真相 他又会伤心难过 你说不说 如果这个人被骗得很快活 但是知道真相之后 却伤心难过的话 还是不要说得比较好 是吧 主角说话没头没尾的 出什么事了吗 出什么事了 渔亿啊 怎么了 在想什么呢 没事 谢谢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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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皇上 运法没规矩了 何事啊 七二哥被如母传染了斗意 皇上 您快去看看吧 永从 谁也不许送到我的永从 娘娘 娘娘 皇后 何事 如同呢 皇上 七二哥已经送出去 有他已经照过你了 都该死 怎么伺候的 皇上 淑母淳娘 不知何事得了斗意 他天天给七二哥为难 七二哥就 就修缠上了斗意 宫里最早得斗意的是谁 不是都化了吧 是一个老蒙蒙 就是 会嫌皇贵妃提升宫女 墨姓的额娘 之后 墨姓也得了斗意 他们都死了 不许送永从出宫 协方殿控制 将永从送去协方殿 隔开来医治 皇上 永从他还小 从未离开过臣妾 臣妾要进陪永从 皇后 朕已经尽力了 尽力把永从留在宫内 可朕得为紫禁城里 所有人的性命着下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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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斗义 姐姐 我当然很想要为姐姐向皇后报仇 但当日 姐姐叮嘱过我不要伤害孩子 之后 我便和莫馨再无往来 七阿哥生斗义的事情 真的和我无关 那是我想多了 我只是在想长春功效来谨慎 怎么会是七阿哥得了斗义呢 是七阿哥天身体弱 这是个意外 还是莫馨找了旁人 这便不得而知了 但不管这是意外 或是莫馨又找了旁人 都是皇后自食恶果 无论如何至子无辜 七阿哥的病来势汹汹 还不知道能不能过了这一关呢 但愿她能吧 但愿她能吧 我真是高兴呐 竹肉 您别吓唬奴婢啊 谁吓唬你呢 我真是高兴啊 凭什么这些年 只有我为我那孩流进了眼泪 他们都得哭 都得陪着我哭 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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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啊 快来人啊 雨萱 看哥哥手里拿的什么呀 来 踢他 踢他 永成 再玩会儿就睡觉吧 太晚了 竹肉 这七阿哥本就体弱 本来也活不了多久 何况这事也是没偏做的 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 奴婢明白 只是心里有点慌 先别想这些了 今天太医来巧过了 我又遇惜了 是 永贤 永成 你们俩又多个弟弟了 高兴吗 永成 高兴 高兴吗 永成 你是 请梅皮娘娘恕罪 今夜 有资历的太医 都去协方殿照顾七阿哥来 所以才派了微臣过来 无妨 七阿哥的命要紧 请 请恕微臣直言 娘娘是否有下红之症 是 每月月月薪 也总是零零礼礼礼 连续不断 颜绵至半月勇余 本宫自从痛失害儿 就落下这个病症 微臣看过您之前服的药方 太医也在尽心为您医治 只是您身子虚亏 血不藏精 加之今夜又大悲大喜 才会晕厥 若想多得几年安好 娘娘心绪 还是要安稳些才是 你是说 本宫的命数 就在这几年了 那也未必 不过这下红之症不欲 气血会被慢慢耗尽 就像花朵失去了水分 也就唯有甘苦了 微臣下去 先给您看药方了 微臣告退 快走 娘娘 膳食都备好了 多少您还是尽一些吧 娘娘 好歹歇会儿吧 您这样不知不合 不眠不休地守在协方殿门口 都三天了 你也进不去呀 好 皇上 您在这儿跪了很久了 也不用膳 好歹喝点水吧 朕不喝 永聪呢 永聪还在协方殿抬衣门正在就职 皇后呢 皇后也在协方殿 不肯离开半步 永聪 什么时候才会好啊 就快好了 就快好了 明儿是除夕 新的一年 什么都会好的 对 娘娘 娘娘 娘娘娘娘 阿姨 娘 阿姨 娃娃 娘 啊 离太后请安 皇后娘 您怎么来了 皇帝 有件事迹 无人敢告诉你 只能挨家来了 皇后娘 儿子一心惦记着冗聪 其他事 儿子不想听 不想知道 皇帝 永总 已经走了 皇帝 没了永总 哀家心里也难受 可是即便没有永总 你还有别的儿子 皇帝 你一定要忍耐挨痛 否则 否则紫禁城的天 就要塌下来 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娘娘 您好歹吃点吧 皇上在和宫家宴上过不来 这是皇上特意差人送来的 请您保重奉体 恒体 每次你进宫 都觉得时辰过得太快了 年后 额娘又要跟着你皇兄东巡 有段日子见不到了 说起来 这是皇兄登基以来的第一次东巡 想来应该很盛大吧 秦皇汉武就有东巡盛举 又以登泰山风扇最为隆重 今年这个年过得又不安生 一直在做白事 而皇帝困在宫中 又触紧生情 不如出去走走散散心也好 皇上也是孝心 奉太后同行 只是听说 皇后娘娘身子病得就剩一把骨头了 也不知去不去得成 这些事 哀家都不操心了 现在哀家操心的 就只有你这个女儿了 恒体啊 你这个年纪早该一婚了 额娘 我不想嫁 我就想留在娘身边 能多进宫陪陪您就好 傻孩子 哪有大了不嫁的 姐姐已经远嫁了 额娘 你舍得我吗 当然不舍得 说起你姐姐 额娘的心就痛 所以恒体 你的婚事 额娘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你像你姐姐那样 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额娘 皇后娘万安 你哭什么呀 皇后娘 儿臣担心你 你弟弟都没了 哭 还有什么用 皇后娘 弟弟去了 您还有女儿呢 女儿会成为您的依靠 会给您争气的 女儿 有什么用 有了儿子 女儿 女儿就是锦上添花的点缀 没有儿子 女儿连雪中送炭的那点炭火都比不上 不过 失了胜于无罢了 皇后娘 皇后娘 您就这么看不起女儿吗 皇后娘 不是看不起你 而是瞧不起自己 像我这样 连个儿子都保不住的额娘 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皇后娘 您别这么说 如果你自己 都这样灰心丧气的 那女儿可怎么办呀 皇阿妈有那么多匪谦儿女 可女儿 女儿只有您啊 实实的 您都变成这样了 皇阿妈怎么还忙着东巡的事情 东巡 什么东巡 皇阿妈要带六宫嫔妃去齐鲁之地 她没有去登泰山寄孔尿 这是皇上 登记十三年以来第一次东巡 本宫是一国之母 怎么可以不去 皇阿娘 您不能去 您现在还病着呢 其实 皇上是想让皇后娘娘去东巡的 可是又担心您 悲伤过度 病体未愈 经不得车马劳顿 所以一直没有对您说 可本宫若是不去 那到时候 又是事实 有嫌贵妃月族待跑 皇阿娘 她就是个贵妃 她还能怎么着呀 她是贵妃 娘娘 可她这个贵妃 月到本宫前得的事情还少吗 不 就算是永聪和永恋都不在了 可本宫还是皇后 她没去当本宫死了吗 我饿你了 娘娘 好 儿臣虽然没有用 但也是皇阿玛和您唯一的女儿 无论您做什么决定 女儿一定会陪着您的 不 苏联 不 去请其太医过来 本宫 定是要他好好治一治 是 皇上首次东巡看天象 二月初四是个上上大吉日 便可初巡 好 此次东巡皇后执意跟随 朕也希望皇后 可以排解忧愁 皇上 微臣有一事不敢不禀告 说 天相大义 又克星献离宫 欲使中宫又祸殃临头啊 中宫痛失爱子 屡遭病痛 已遭受祸殃 何来不及之说 微臣有罪 靳忠 带秦天剑下去 喳 谢皇上 李渔 皇后一心求好 愿意伴随朕东巡 你且安排下去 这东巡路上必得稳妥 是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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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保身子顺随 皇后屡屡梦到陛下援君召唤 看来是心愿要达成了 这是奇诏啊 虽说是大积之诏 可臣妾病体出遗 还需要其太医再测 随时诊候 皇后娘娘奉嫡安康 臣妾等也就安心了 是 皇额娘母仪天下 自然神佛护友 你们不过是妾室而已 一定要悉心服侍皇额娘 请策 公主说得是 娘娘看着气色还好 但夜夜难眠 人都虚好透了 幸得 你每日被本宫梳妆 两个时辰的功夫花下去 才遮得住本宫 并能憔悴 娘娘 这是齐太医开的 提神益气之药 你快趁热喝了吧 怎么比前几日的 要浓一些呢 齐太医加了两倍的药量 说是您这几日 周车劳顿 若是剂量不重 只怕撑不住您的身子 齐太医叮嘱了 说是无事便要含着身片 大补精神 其实您何苦来东巡 您的身子受不住啊 皇上第一次东巡 本宫若不陪着 必定会被世人耻笑 说皇后能够服侍 那就会丢了复杀室的饮料 百姓们都夸皇上和娘娘 恩爱无比呢 本宫一定会留着这一份恩爱 等皇上被景色赐了婚 让他嫁一个 可以扶持复杀室的好人家 皇上 似有不悦之事 你可知道 蒙古科尔进步 要替其子 色不腾巴勒诛尔 求许嫡出公主 那孩子你知道 一直在京中是皇子们的半读 后来两年前又封为辅国公 也算是知根知底的 卫书驾的嫡出公主 除了皇额娘的幼女 横铁掌公主 便只有皇上和臣妾的景色了 难不成 科尔沁部是要求取景色 这科尔沁部啊 只说要求取嫡出公主 也未说明是哪位公主 所以才要斟酌 这若是嫁在京中还好些 这按照 科尔进步历来的传统 亲王之子成亲 是要居住在科尔进步的 那这就是远嫁了 别负离母 这也太苦了 请梅萍娘娘安 听闻皇后的病情好了许多 臣妾特来向皇后请安 皇上正在里头呢 请娘娘略等等 也好 那我就先院里溜达溜达 横提妹妹正值方林 罪易出嫁 皇上 虽说科尔沁部是蒙古大部 罪是富庶尊贵 可咱们的景色还小 怎么可以嫁去那么远呢 朕与你想的一样 但朝中大臣 极力反对 朕将横提公主远嫁 理由是 横辍公主已经嫁到准个儿 若是横提公主再远嫁 只怕皇后娘会老怀伤心哪 臣妾才准为了有从 立刻要景色远嫁 这不是要了臣妾的命去 皇后莫及 扶皇后坐下 是 娘娘 皇后啊 你别这么说 朕明白你的心思 朕也不舍将景色远嫁呀 臣妾一听说 朝廷议论求娶嫁公主的事 想着皇上又没来您这 定是去了皇后那儿商议 臣妾借口请安 果然听见皇后 一心护着自己的女儿 想把您的横提长公主 远嫁到蒙古去 皇后在意自己的女儿 却浑然不在意 哀家的女儿吗 人心都是肉长的 谁的女儿谁疼 你是个有孝心的 哀家知道 之前 哀家让你做什么 你才做什么 这次 你倒是上赶着 自己做事 臣妾 也有过自己的孩子 怎会不知太后 心疼女儿的心情 臣妾 一心想为太后您分忧 很都是 臣妾就奇怪了 皇后本来病得起不来身 怎么说好就好了呢 皇后这哪是好啊 怕是用药调着命吧 那 何敬公主真要远嫁 皇后 她哪受得住 这般伤心错磨呀 皇后受不住 哀家就受得住啊 哀家已经远嫁了 一个女儿了 罢了 出去吧 臣妾告退 梅嫔 虽说身子不大好 但论有用 可比庆长载和淑嫔强多了 殊妾一心都在皇帝身上 不大会为挨家的事开口 可是 横提远嫁是件大事 不管皇帝怎么想 一定要跟那亲他们说 大臣们 一定要反对 反对到底 是 何敬公主 性子颇傲 远嫁蒙古魔力性情 挺好 她不是 老是自诩为嫡出公主吗 那就该让她尽进 嫡公主的职责 娘娘 皇后娘娘 我 问嫁妃娘娘啊 妹妹怎么来了 快别客气 坐 李欣 是 这什么风把妹妹给吹来了 听说她的身子骨不行了 全拿药掉着 既然皇后的病是掉着的 那就最不能伤心动气 那如若她唯一的女儿 当真必须远嫁的话 她怕是要伤心坏了吧 那怕是要受不住了吧 臣妾给皇上请安 起来吧 你在等朕啊 听说皇上心情不快 臣妾想说陪皇上走走 散散心 不必了 是不是为了公主远嫁之事 你也有话要说啊 皇上真的生气了 大臣们反对横提远嫁 跟朕过造了两个时辰 接着没品也跑来凑热闹 你呢 你想说些什么 远嫁公主是前朝政事 臣妾无话可说 那你是要朕去见皇和娘吗 皇上若是想见自然会去见 皇上若是暂时不想见 自然有皇上的理由 只是皇上如果没有心情散心 臣妾就先告退 那你来干什么 臣妾只是希望皇上不那么累 不那么烦忧 好 朕知道了 你回去吧 臣妾告退 朱儿 太后不是让您来替她说话吗 您怎么什么也没说啊 皇上心烦 我实在是不愿再赠她烦忧 太后若是要怪我 无用就怪吧 让你去劝皇帝 你是怎么劝的 太后息怒 皇上心烦 臣妾真的不想让她更烦忧了 臣妾理解太后心疼女儿 可皇上身为人妇 她也真的舍不得 合尽公主这个和皇后唯一的女儿呀 你倒是体贴皇帝呀 怎么不体贴体贴阿家 一定要让阿家 接连远嫁两位女儿 你才高兴吗 臣妾不敢 臣妾心疼太后 但也真的舍不得皇上 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劝说 最后还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你忘了阿家 是怎么成全你的私母之情 让你成了皇帝的嫔妃 若不是阿家 能有你今日 太后打得对 使臣妾无用 臣妾不能向您报恩 可是太后 您既知道臣妾一片痴情 就知道臣妾是真的做不到 长久以来 你就不肯为阿家的事 向皇帝禁言 阿家体谅你是一片真心 也不多作要求 这一次不一样 这次是为了横提 你知道阿家 是不能再跟自己的骨肉分离了 臣妾明白您的交集难过 使臣妾无用 请太后息怒 早知道你如此擒齿心软 哀家就不该成全你 迟早要吃大亏 臣妾给皇上请安 你怎么来了 臣妾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 你不必请安了 皇后没心情 你不必请安了 陪朕走走吧 是 皇上看上去累了 臣被大臣们锅造了两个时辰 又被皇后请来听她哭诉请求 这许嫁一个公主啊 竟让前朝和后宫闹得如此厉害 太后和皇后生为人母 自然会舍不得孩子远离 一个是女儿 一个是妹妹 朕都舍不得 若非要一个家到蒙古去 朕很为难 若是横提不驾 非要景色去 那皇后必定伤心欲绝 这身子怎么好得了啊 皇后娘娘有其太医堪固着 皇上也不必太担心 许嫁之事 过些时日 太后和皇后都会想明白的 皇上到时候就会有个决断了 夜里还召皇后你过来 是有件东西要给你 儿臣身自欠安 未能成婚定性 以示礼数不周 哪还敢受皇娘的东西 你是哀家亲自挑选的儿媳 何必这么客气啊 这是哀家封贵妃的时候 先帝赏赐的珍珠领约 瞧瞧 这几颗珍珠 磕磕圆润 哀家知道你节俭惯了 但景色到了年纪 哀家这件东西 就当作给他添嫁妆吧 来 福家 皇后娘娘 巧了 儿臣与皇额娘心意相通 苏烈 儿臣不惯奢华 唯有手头这对采金烟氧 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 先帝所赐最为珍贵 如今 横提长公主要许驾克尔沁部 儿臣特意奉上 为了横提妹妹的庄联增色 茶水凉了 福家 换杯热的 是 景色是你和皇帝所生 比起那些庶妹 这位嫡公主不知道要高贵多少 景色自己不也总以嫡出自诩 且早早就被封了顾伦和静公主 瞧不起那些庶出的弟妹 自然是她嫁与克尔沁部最合适 景色年幼 说话不知轻重 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 儿臣把她留在身边 好好教导纪年 等初落得有模样了 再嫁也不迟 你等得了 蒙古等不了 自古 慈母多娇儿 景色出嫁 成了人席 自然就懂得规矩了 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 要有用多了 再说了 这次求娶公主的克尔沁部 是蒙古诸部之首 地位尊崇 这不现成 有横提妹妹吗 唯有景色出嫁 才肯匹配 论长幼 横提年长 又是景色的姑姑 自然是长辈先驾 再考虑晚辈的回事 皇上 时候不早了 喝一口安神汤就歇下吧 许家的公主人选未定 朕的心就不安 皇上 太后召皇后娘娘过去 听说二位主子 有点杠上了 福家姑姑 派人来请您过去转还些 杠上了 朕去瞧瞧 朕要是去的话 皇后跟皇后娘 一定会要求朕给个说法 朕不能去 皇上 可是太后和皇后娘娘 僵持着也是不妥啊 皇后浮躁 事情还没有定论 朕 避着皇后娘都来不及呢 皇后却自己送上去 李渊 去请皇后回来 皇上 两位主子在呢 哪有奴才说话的地儿啊 无用的东西 是 皇上 要不这么着 皇后娘娘病着呢 请齐太医去给皇后娘娘送药 也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甚好 就这么办 这会让皇娘认为 皇后病着 糊涂着 万一说错了什么 皇娘也不会和她计较 是 皇上 张廷玉大人求见 他这么晚来见朕做什么 如意 你去屏风后面暂避 是 让他进来 喳 哀家 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 还要再远嫁一个 皇后 你是哀家的儿媳 你忍心看着你婆母伤心 儿臣不敢 皇和娘 永从心伤 景色 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 她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 也要为了永从尽爱 你是嫡母 皇帝所有的子女 都是你的子女 可是恒提 是哀家西夏唯一的女儿了 没了她 谁为哀家尽孝 皇上知孝 便是恒提妹妹 嫁去克尔亲部 皇和娘也始终有皇上 这个儿子 而且 儿臣身为皇嫂 也为了恒提妹妹着急 诗经有云 彪有梅 七十七夕 求我术实 待妻即席 恒提妹妹 已经到了标媒之期 不该再耽误婚期了 你这皇嫂 真是不义呀 当年 那么多波折 差点就是贤贵妃 成了嫡妇禁 成了皇后 若真如此 今日自称一句皇嫂的 该是贤贵妃 若是贤贵妃成了 横提的皇嫂 不知道 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 贤贵妃无此无虑 那蒙古求娶 能加的 便只有恒提妹妹 皇上 也不必被臣子们历剑了 好 好 不愧是哀家 自己挑选的儿媳 怪不得连皇帝 都夸你 十足像极了一个 皇后的气度 儿臣多谢 皇额娘的夸奖 微臣见过太后 皇后娘娘 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 你胆敢擅闯 太后请息怒 皇后娘娘乃是暴病之身 体育虚乏理 必须得按时吃药 否则的话 风体难以承受 是啊 太后 皇后娘娘该喝药了 她 她全靠汤药调着精神啊 皇后 你担金竭虑 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 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晚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儿臣一定会撑着身子 与皇上白头偕老 看着女儿出嫁 好 哀家盼着你和皇帝 白头偕老 娘娘 娘娘娘你要撑住啊 本宫当然要撑着 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 下旨让恒体出嫁为止 跟刚刚顶装太后的样子 奴婢她们实在害怕 为了景色 本宫就算是豁出一切 还要把她留在身边 好 臣想来想去 恒体长公主驾到科尔沁部 还是实在不妥 恒体是嫡公主 有何不妥啊 皇上细想啊 端书长公主驾到了 萧永山战的准戈尔部 那么恒体长公主 若再嫁到尊贵附属的科尔沁部 那么蒙古宗亲中的两大部落 那不就都成了太后的女婿了 那么太后在前朝后宫的力量 那不就更增添注意吗 那你的意思是 或许何静公主可以嫁到科尔沁部 皇上反过来想想 朝臣们的反对 未必都是替太后说话 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着想 挂了 朕认输 不下了 皇上的心思并不在此 朕想到前朝的事情 心就烦 那钦带着朝臣们 极力主张驾景色 不驾横蹄 张廷玉 就更意要说 算是和皇姑娘较疏远的重臣 她为朕思虑 也说要嫁景色 也不知她是否真心实意 应该是 张大人的话 臣妾昨日也听见了 如若横提真的驾往克尔庆部 曾长得的确是太后的权势 这为父为子 为父为兄 又为九五之尊 许多的决断 确实让朕为难 皇上对太后是内疚和忌惮 对何敬公主 有着妇女的血浓之情 但是皇上更是天下的君王 皇上有着多重的身份 必有多重思虑 那就要看什么在皇上心里 是最重要的了 朕是皇帝 是大清的君主 朕的心里面 不能只有亲人 而无朝局